哈喽大家,我是美食阿姨 今天中午准备做酸菜炖排骨 咱们先来切酸菜 把酸菜从中间片一下 然后再切 这样切出来的酸菜更细 排骨我已经用压力锅压好了 用葱、姜、八角爆锅 把酸菜先简单的炒一下 然后我们把压好的排骨放进去就可以了 酸菜本身就是咸的 我和老许都不能吃太咸的菜 所以我们就不加盐了 盖上盖子再炖20分钟 酸菜就熟了 其实酸菜生着吃都是可以的 海栗子炖酸菜 老许喜欢吃海栗子炖酸菜 所以早上去市场买了一些海栗子 20分钟之后 我们把海栗子夹进去 盖上盖子 再焖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米饭看得挺好啊 炖走吧 好 大海的也爽了 大海的也不爽了 葱花香菜 好 你们好呀 今天就一个菜 两个菜 还有剩菜 算了算 老许非得要点绿叶菜 看这个海栗子怎么样 这会行 这还没有好鲜啊 这里面放的粉条 粉条放的不多 看 每块大排骨 看排骨香不香 邻居给的酸菜 调软 邻居上次酸菜可能是没怎么腌好 所以他就没给我们拿 好吃 我拿一块排骨 挺香 这排骨真香 好香 海栗子 我已经吃了三个 现在海栗子 我们买的是三十块钱一斤 挺好吃 挺好吃 热热 热高几下 微微翻透几下 开子一高三半涼 就不好吃了 粉条烂和吗 哎呀老烂了 两分体不过 是吧 这开子有么小我看它正好大 它里边有小的 有底下方的 餐到里边 相当的小 这个猪不小啊 你看大果净醋 对 这是个大猪 这是大猪 它还有400斤 本来想买点血肠 老是要买血肠 我说放里边太乱了 就没买 我买一杯够了 够了 要不然吃不了 好了 拜拜